但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天津的特色 对 到天津不能错过的美食 今天这个虽然不是天津的传统美食 但是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也算是天津的特色 真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没错就是板面 看一下它这就是板面牛杂面米线 给我来一碗大碗的板面加豆皮鸡蛋 然后加10块钱牛杂 来几个辣的 牛杂在这头 来看一下我点的 要的是一碗大碗的板面 现在是11啊 然后我另加了豆皮鸡蛋 还有10块钱牛杂 上面这些都是牛杂 现在都看不到面了 然后这个是鸡蛋 这个是豆皮 板面在底下 好久没吃了 赶紧来吃了啊 先来一口牛杂 一口全是牛杂 太贵了 这是板面它原来自带的肉 我还要了几个辣子啊 这牛杂这10块钱给的挺多的啊 你看这块也是那个板面的肉 来口面了 它这个面虽然是机器压的 但是也很筋道 你看牛杂跟菜 面根牛杂一起吃 面根牛杂一起吃啊 下鸡蛋 辣子 这个辣子会爆汁的啊 一咬下去 不是很辣 但特别的香 豆皮 看 他们家生意真的太好了 现在都一点多了 还在排队 那我现在是在 金圣路 他们家版面我吃过好多次了 主要就是这个汤底 特别的香 哎呀 鸡蛋还不让我吃 鸡蛋 老鸡蛋老豆皮 我口中所以喜欢吃这个老的 吃这个我觉得 鸡蛋豆皮绝对是标配啊 然后我经常会加一些牛杂 这个辣子真的很香 看这馒头大汗 虽然版面不是天津的成功美食啊 但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天津的特色啊 对天津特色安徽版面是不是 这天津真的非常多的店啊 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版面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口中的 因为它版面一般会比较咸 口中的 可以试一下这个版面啊 真的 这家是我在 天津特色安徽版面 天津的版面中吃过 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家队 感觉还不错 有没有吃过的腰瓣 你 觉得怎样 好 好 好 OK